我們還是在把三級的警戒延長 到7月26號 那室內外的運動場所 這個是開放的三級的警戒延長 那不過適度的鬆綁 所以在延長警戒的措施裡面 仍然維持三級 對外出全程戴口罩 室內五人室外四人以上的家庭聚會 那同住者不敬和社交聚會 要維持這樣的一個規模 那嚴查不得營業之休閒娛樂場所 各級學校幼兒園兒童課 照中心及補習班維持現行的機制 賣場及超市加強人流管制 那結婚不宴客 上禮不公寄 暫停宗教集會的活動 那如進香團繞進普渡 那宗教場所也暫時不開放 會展大型會議團體參會也不開放 營業場所及洽工機關 要落實人流管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職場及工作觸手 請遵守企業持續營運指引 那強化落實市場及各行業的防疫管理 及應變措施 那室內外的運動場所這個是開放的 那但是游泳池 但是因為口罩整個的還是有它的一個困難 所以先不開放 那餐飲場所指的是餐廳 餐種市場及夜市百貨賣場 美食街美食區等 要符合指揮中心的指引才可以內用 如果不符合還是只能外帶生活是關閉 宗教場所的部分我們現在是有條件的開放 宗教團體他如果認為他自己可以做好 跟這個指引相關的規範 那他可以提出防疫計畫跟地方政府主管機關 來申請核准之後他就可以開始開放 不管是寺廟進入參拜 或是這個教會教堂的場所裡面 可以進行實體的禮拜 那我們還是有上限99人的這樣的一個限制 接下來可能大家可能會比較關心是 農曆7月的幅度還是維持不開放的狀態 室內外的運動場館方面 基本上是適度開放 但是它的限制 任何的場域內的溶流人數 只能有最是承載量的十分之一 也就是25% 重要的是這個必須使用個人運動器具 也就是禁止混用接用 必須是避免肢體接觸 同時裡面的器材設備 都必須間隔來開放使用 大家比較關心的可能團體個程 跟一堆教學的課程 教練受課前 一定要抗原快篩 每次一定要快篩一次 教室要以兩公尺距離 發射安全距離標線 同時要求要縮減堂數級人數 每堂課程也要間隔至少一小時 電驗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建議採用益壽的方式 根據每個場次 場次到的時候再進場 做一個分流 就是說不要讓購票的觀眾聚集在一起 前面禁止飲食 整體它開始生效的日期是 7月13號到7月26號 那整體就是在這個 適度鬆綁 其實在鬆綁的之中 我們加入了很多更細緻的管理 但是為了防疫 就請大家配合 我們都知道在防疫裡面 除了非常嚴格的禁止之外 適度的開放 根據疫情 這也是必要的 長期的把一個繃緊 它必然會產生防疫的疲乏 所以在這兩者之間 取得一個適度的平衡 那請大家多與配合 我們還是在把三級的警戒 延長到7月26號 那室內外的運動場所 這個是開放的